大家好,我是中医王大夫 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病友的蛇疹 好,这个三六线画出来了 好,我们先整体看上去 这一圈 我们前一段时间讲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这一圈很光的情况 这个是有这个表证的问题 其实也代表着肺主表的话是有肺气虚的问题 因为那次我们讲的是皮肤病 好,我们先看这个整体 整体来说这个蛇纸偏暗 颜色偏暗,偏紫 再有呢,就是列纹 最关键的就是它这一圈 你看这里面这个湿 所以整体看上去是一个淤和湿和虚的问题 然后我们再看到它主素 大便不成形,腰气酸软,乏力,口苦口臭 来,看这里 这是一个胎 这么腻,这就叫黄腻胎 而且它这个腻呢 不是仅仅的像这一段致密的贴上去 是有一点浮的,这个浮是豆腐的浮 我们认为这是浮胎 是这一种,这个浮 这是上面有浮,但是既有致密的腻胎 也有上面的浮胎 就说明它有顽固的湿 也有因为心饮食了以后的湿 所以它有口苦口臭 你这个浮胎就是你像我们今天晚上休息不好的时候 第二天就觉得有舌胎,那一层就叫浮胎 它有这两种情况 脾胃的问题 然后还有长期的这个湿的堆积的问题 这是它这个口苦口臭 包括这个口干啊 食欲不好啊 吃饭不香 你想这么些东西腻到里面 它的脾胃功能不会特别好 这就是个失血阻碌了中胶的韵化气机 所以它脾胃功能不好 腰性酸胃我们随后再讲 来看心肌 这一对 心脏这一块 我们说了上胶主心肺这一块 一是有这一对的凹陷 二是有这个 偏平 这是心肌 吃饭不香是脾胃的问题 心肌 焦虑 情绪不好 来我们看这一对 就是我们圈外这个 它这个焦虑 不能算作干气瑜伽 它这个焦虑是一个气欲 但是不是干气的问题 它就是有一种东西压抑了导致的 它不一定是干气 它反而是因为 你想它的年龄才21岁是压抑了 压抑了什么呢 我们看它后面 然后它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它有阴障潮湿早泻的问题 还有它说这个平凡的手音 导致这个阴头比较敏感 这些就解释了它压抑的问题 它压抑的是什么 就是这些 这个压抑了以后导致的瘀 所以它情绪不好 容易怒 还有它这个讲过很多次了 金也是人最宝贵的东西 知道吧 这个妄动精 精血了以后 产生的这个阴亏 但是它呢 反而没有伤到身 为什么 因为它年轻 它伤到了哪里呢 伤到了心肺的阴 所以它这个心肺里面的阴血不足 就是血不养 心的时候呢 才会心火妄动 所以它有这个心肌 是有心脏功能的问题 然后这一块 来我们看是心肺说主的 除了列文 紫 然后呢 是一点的胎都没有 这一点的胎没有 就是心火妄动 心火妄动的情况 那这个 这个在我们伤寒论里面 这个金规要略里面 它属虚劳 虚劳的制法呢 并不是一味的 你看看到这些个 我们上面提到过 它有腰气酸软 腰气酸软 法力 然后呢 耳鸣 是不是 还有这个早歇的问题 因为你想21岁的小孩子 他说肾虚不大可能 他就是心火妄动了以后 引起的心血不足 和阴液的不足 有上交阴液的不足 他的这个制法 在至少在这个 关于他早些这一块 很明显 这个就是贵制加龙谷母利堂症 是金规要略里面的 贵制加龙谷母利堂症 是怎么说的 麦德猪抠 抠麦啊 就是这个像葱叶子一样 上面有中间空的中空 这叫抠麦 德抠 威锦 男子诗经 女子孟娇 这个时候 就要用龙谷母利堂 龙谷母利堂 这个呢 它没有不慎的 就是一个贵制汤 加上了龙谷母利 为什么这个方子 能够解决 像这种年轻人 心火旺动的 这个早些 就是因为这个贵制汤 贵制汤这个归类啊 很很有意思 有人认为 应该归到这个 解表类 新闻解表 还有一般人呢 认为它应该归到补仪类 因为以贵制汤为基础的 很多补仪类的药 就是在贵制汤的基础上 发展起来的 所以说呀 以贵制 就加了一个龙谷母利 这两样的药 就是因为龙谷母利呀 它能够震慑 震慑月的心神 就是说你总是有心神浮动 对不对 用龙谷母利给它收敛过来 收敛了这个 这个福月的心神 收到哪里 就是把心火收到肾里面 就是说你有这个想法 不能够表露出来 要藏起来 就像我们说 他是年轻人嘛 比如说他喜欢哪一个人呢 他不能在大街上叫 对不对 那人能控制住自己的那种情绪 叫什么呢 这个就是心血足的情况 心血足你有什么想法 我们说心肌比较重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他呢 他现在是因为他心血不足了 心这个神藏不住了 心里这个神藏不住了 叫心火妄动 知道吧 所以才会存在这个 龟头特别敏感的这种情况 因为他现在年龄还小 这是他一个情况 今天这个特殊的 除湿 这个中交的湿和热 这个倒不是最主要的 这个一看大家都能 然后舌头的偏紫 有瘀血 所以他有这个 精索精美确张 这也对 就是这个补肾 就是说他这个 腰气酸软这一类的 补肾里面的 不能以补肾为主 至少早期的时候 他这个心火妄动的情况 不解决 不能补肾 你看真正他的下交 反而没有瘦小 也没有裂纹 真正的裂纹在中交和上交 收敛他浮动的这个心神为主 就是贵之家龙古墓利堂 另外他呢 也有脱发 我们说这个 金贵要略里面说这个 虚劳之人 卖得诸福大 这是虚劳的人 然后他呢 春夏拒 冬秋差 就是说春夏的时候 他有手足繁荣 因为什么 因为春夏的时候 是阳气往上升的时候 然后你体内的阴也不足以支撑 这个阳气往上升发 你这升发 下面是不是就类似于水不寒木 你这没了 你往上升什么 所以春秋去 冬秋差 手足繁 然后是 阴头寒 硝酸不能行 阴寒精字出 硝酸不能行 就是这个 腰气酸软 而名 硝酸不能行 就是有的时候 感觉这个腰腿困的 路都走不成 但这个小孩子没有那么重 阴寒精字出 这是这种虚劳 那这种虚劳的制法 就是以桂枝汤 以调补 盈味 然后加上收敛服月心神的龙骨牧蛎 这是一个大法 而且这一块 很多要看到这一种 因为他是年轻人 就是二十多岁 严格来说 除非是先天性疾病 这个肾是没有补法的 像他这一种 就是因为他平时的时候 他自己也说了 首先过度频繁 导致的这一些 是盈味不足的问题 我们说过这一圈 我们可以看作表证 是盈味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 桂枝汤是调和盈味的 这是这一个病友的情况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 也可以点击我的头像 进入主页 看我第一篇分享的微头条 进行咨询 关注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